哈喽,大家好,我今天在哈尔滨,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我家里的历史。 1764年,俄罗斯当时的俄罗斯大国有一个女皇,她叫Katerina di Gross,Katerina第二个好像。 她叫很多德国人到俄罗斯来,为什么呢?她就跟德国人说你们来这里,我们会送你们一块地,然后你们不用当兵,你们也不用交税。 那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,因为他们是基督徒,他们最不想当兵,因为他们觉得和平很重要,他们也搬到俄罗斯去了。 他们在俄罗斯就建立了很多德国小镇。 里面有德国学校啊,有德国的教堂,他们在家里说的都是德语。 那我爸妈,三个哥哥,两个姐姐都是在俄罗斯出生的德国人。 我是唯一的在德国出生的德国人。 我爱你,我爱你。 所以这次我爸爸妈妈到中国来,我就要带他们看一下中国的俄罗斯风格。 在中国那里有俄罗斯人比较多,让他们回忆回忆。 今天我们在哈尔滨,然后明天我们去黑河,离俄罗斯边境最近的一个地方。 我们酒店也在边境,就是在黑龙江,那条江。 我们在北京的俄罗斯人比较多。 你们还好意思说我有双下巴。 你们看一下他这个。 他在俄罗斯人比较多。 我从俄罗斯人比较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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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我们现在坐哈尔滨的缆车。 很漂亮的看一下哈尔滨的风景。 今天晚上我们去吃一点俄罗斯菜。 我估计不怎么好吃。 因为我妈妈自己也是厨师长。 所以她烧的俄罗斯菜。 非常好吃。 但是我们要测试一下。 给你们看一下哈尔滨的俄罗斯菜是什么样子。 我们现在在一百九十米高的龙塔。 你们知道其实我中文名字叫德福龙,我叫舒龙。 所以谢谢哈尔滨人民为我造的这个龙塔。 真的很谢谢你们。 还不错。 因为我们在哈尔滨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俄罗斯餐厅。 所以我们现在到黑河吃俄罗斯菜。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味道。 这个是像罗松汤一样。 这个汤很好喝的,但是不是很经典的俄罗斯菜。 俄罗斯水饺。 还可以。 但是我觉得我妈妈做的比较好吃。 当然妈妈做的最好吃。 里面是猪肉。 我们点了一个俄罗斯肉饼。 跟我的脸差不多大。 我妈妈做的就是很小的。 而且厚的。 感觉没有什么肉。 全都吃完了。 妈妈,为了几点? 为了几点? 从零到十? 七。 七。 妈妈说的菜还是最好吃的。 。 给你们说一个很神奇的东西。 你们信不信? 俄罗斯。 中国。 俄罗斯。 中国。 是不是很神奇。 而且那边还有一个彩虹。 你们看到了没有? 在中国有一个彩虹。 然后在俄罗斯也有的。 哦,是不是很有意义? 在这里开始。 到俄罗斯。 你的妈妈和爸爸。 对。 我姊子。 爸爸和妈妈。 爸爸和妈妈。 姨姨。 很感兴趣。 你的俄罗斯语比我说的好。 是吗? 我觉得我都能听懂。 但是。 对。 对。 28。 28。 我也。 我也。 我觉得每天都有很多惊喜。 我在黑河。 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过的城市。 这里原来有这么漂亮的一个酒店。 而且还是一个德国品牌。 在这家酒店后面就是俄罗斯。 就是另外一个国家。 。 早上好。 各位。 今天是我们在黑河黑龙江最后一天。 这里是俄罗斯。 这里是中国。 我还是想不通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 我真的很好奇你们有没有来过这里。 有人来过黑河吗?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个言给我。 我真的很推荐你们可以来一趟。 因为这里的房间超级赞。 很漂亮。 很漂亮。 你是黑河当地人对吧? 对啊。 这是我们今天的司机。 嗨。 你叫什么? 成龙舞。 成龙舞。 像成龙啊。 我的名字也叫德福龙。 你知道吗? 德福龙。 但是大家都叫我阿福。 阿福。 非常棒。 你们这里黑河真的很漂亮。 你们看一下这里的大自然。 这个八华树。 还有这里的蓝天。 龙舞说这里的天还没有那么蓝。 有时候还更蓝。 对。 我的妈呀。 对我来说这个已经超级蓝。 羡慕吗? 羡慕。 来黑河吧。 大家来黑河吧。 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晰。 非常好。 非常好。 整个人就觉得很舒服很舒服。 蘑菇。 最新鲜的。 还有什么? 野猪。 狐狸。 褲子。 鹿。 蚝子。 还有很多。 你们知道我现在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吗? 非常幸福。 虽然我老婆不在这里。 老婆如果你在这里我会更幸福。 但是不开玩笑。 我坐在这里在一个大自然的地方里面。 看看这里的美景。 呼吸这里的空气。 就觉得很幸福。 真的我什么都不需要。 没有一个东西会让我更幸福。 除了我老婆。 这个机场,黑河机场实在太可爱了。 整个机场只有一架飞机。 哈哈哈哈。 就我们的飞机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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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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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